本题为102年指考题 请同学先按暂停键观看题目 看完题目后再继续播放 半径为R的圆形导线上 通有一电流I 电流方向为顺时针方向 由右手定则判断 圆形导线的中心磁场方向 若电流方向为逆时针时 四指环绕方向为电流方向 此时拇指指向上方 也就是圆心处磁场方向向上 同理当电流方向为顺时针时 圆心处磁场方向向下 由圆形载流导线磁场公式可得 圆心处磁场大小为B等于2R分之μ0I 导线外围再放置另一个圆形导线 若要使圆心处磁场为0 则外围导线所产生的磁场方向 需朝上才能相互抵消为0 但外围导线要产生向上的磁场 则外围导线电流方向需为逆时针方向 选项中只有D选项和E选项的电流方向为逆时针 D选项的导线半径为2R 电流为2I E选项的导线半径为根号2R 电流也是2I 首先我们先计算半径2R时的磁场大小 当外围导线半径为2R 电流为2I时 圆心处磁场大小为2乘以2R分之μ0乘以2I 约分后可得B等于2R分之μ0I 上下磁场大小相同恰可相互抵消 故正确答案为D选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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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